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有一名葵聰警署警長涉嫌妨礙司法公正被捕 到底是甚麼事? 原來這名警長涉嫌策劃上星期一的一單案件 在那單案件裡有一名男子在葵聰警署外邊 被搜出身上藏有汽油彈 有消息就說那名被捕的警長懷疑是自編自導破案 當然他就禮牌否認 而且還說租人無滅 至於警察就沒有再進一步發佈這單案件的消息 但我們就這樣聽到都已經知道是案情嚴重 無法無天 監視這單案就牽涉到自編自導 在過去的大半年當中發生了這麼多社會事件 警察部有沒有參與其中? 有沒有推波助瀾? 有沒有自編自導甚至是自演? 請問問你自己 還有現在這單案就說 有一名警長懷疑自編自導破案 即是想借助這些案件來立功 到底有沒有其他同類型的案件發生過? 有沒有人誣打成招 被捕人士 然後又說自己是破案立功? 昨晚在沙田廣原村 又被人發現到 整班警察又有凸頸又這樣那樣 走上去 衝上一個單位的樹 就拘捕人 然後被那些區議員 被記者聽到 裏面竟然是傳出一些 哭聲 嘔吐聲 拖拉聲 為什麼會有這些聲響出現? 這些是否正常的拘捕行為? 請問 已經不是發生第一次了 而是幾乎每次都是這樣 每次上到人家的家就關門 你在裏面做什麼就完全沒有人知道 若然是晚上的話 索性連燈都不開 讓你在樓下看也看不到發生什麼事 然後長期就不開門 終然當區的區議員去到 你都不讓他入屋 記者去到又不讓他採訪 那你在做什麼? 這些是為之法治? 這樣就叫做查案 那個市民被你困在自己家裡的樹 遭受到什麼的待遇也沒人知道 又不能夠見律師 區議員去探頭看看 都說不准 然後每次都要再打狗狗狗 等那些救護員到場 然後進去裝一裝 看看他死了沒有? 看看他是不是還在生? 簡直比第三世界國家的警察 至於那些建制派議員 深藍組織或者深藍粉絲 似乎是一隻二隻阿力上身 一尾我看不到你 然後又不發聲 又不說話 麻煩你們出來評價一下 那些市民說你有一個警長 涉嫌妨礙司法公正 又不用評價? 又說已經在調查當中 所以就不方便評論 簡直是愚蠢的 那些被捕的示威者 夠被人抓了 夠調查中 你又慢慢評論出來說句話 這班人浪費氣 一隻二隻 喂 根本上他們真的做得到 所謂不分化不割席 因為多數的藍絲 都是沒有什麼自由意志 而且還落於盲目追捧一些東西 喂 對於警察那些壞事 他就隻字不提 避而不談 若然是被迫到埋場角 一定是要說兩句的時候 他最多就說 樹大有枯枝 族大有乞兒 現在警察都把這些犯罪分子 抓了 都秉公辦理 他最多就說這些 但是警察就有 叫做好一點的事出來 馬上又被吹捧到上天 黃絲在這方面 尤其在盲撐那方面 當然是比藍絲 因為黃絲有自由意志 喂 大家都有不同的思想 所以很難跟他比拼 在盲撐那方面 好了 接著又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這個 林鄭和聶德權 竟然連環道歉 那他們道什麼歉呢 前幾天 特區政府留夜 三次修改這個新聞稿 最後就是養衰至極 因為你為了配合中聯辦 對《基本法》第22條的最新詮釋 竟然推翻了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特區政府對《基本法》第22條的理解和認知 好了 有幾肉宣就做到幾肉宣 林鄭和聶德權分別道歉 道什麼歉呢 林鄭就說 近日 港澳辦和中聯辦在《基本法》之下的角色和定位 引起爭議 對於政府上星期六發出的新聞公布引起混亂 特區政府表示協議 至於聶德權怎麼說呢 就著上星期六下午發出 《關於港澳辦和中聯辦談話》的新聞稿出現錯誤 需要再發稿更正和解釋 令到信息出現混亂和產生誤解 深感抱歉 其實這個道歉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因為你特區政府現在對《基本法》第22條的理解 就是推翻了過去23年的理解 就是說你過去錯誤了《基本法》 由董建華年代開始已經這樣錯誤了 為什麼你不就錯誤《基本法》而道歉呢 這是更加重要的 你連發新聞稿 這是你肉宣的 肉宣不需要和市民道歉 但是你錯誤《基本法》就需要 林鄭就不認錯 而且今天還奸賴到怎樣呢 她就說 特區政府相關官員和相關辦事處 她不是說她自己 她說相關官員和相關辦事處 你是沒有理解錯誤的 你是不知情的 是相關官員和相關辦事處 就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就是你的頭馬 就是你的頭馬 對《基本法》的認知 未必完全很透徹 特別是針對近日的爭議 以至出現 過去幾份交給立法會和公眾文件 有前後矛盾 但是到了今天的情況 就很清晰了 有些憲法問題是越辨越明的 現在立法會內會 出現了被癱瘓的局面 所以港澳辦和中聯辦 要履行中央對香港的監督 當然可以發言 你無非就是要確立和進一步 為中聯辦在香港的監督權來背書 你就是要為中聯辦對香港的干預 增強他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林鄭 而且你用艱賴道 去賴別人不理解 請問你自己有多理解 有獲就下屬 你自己沒有責任嗎? 特區政府提交給立法會和公眾文件 尤其是牽涉到中央和香港的關係 這些文件是不能夠出錯的 奸史說出錯了 但你連不得咬的責任也沒有? 然後全部由你下屬幹 其實都由聶德權去幹 聶德權來說 可以說那些文件 就不算是他寫的 他都不知道下屬有寫的 一層賴一層 那當然不行 如果聶德權都要揹個票 您自己更加會知道會是要拿的票 對吧? 昨天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又出了一篇新聞稿 誰知道你說多錯多 其中一段是這樣寫的 中聯辦的前身 是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 新華社成立於1947年5月 一直作為中央人民政府派出機構 在香港履行有關職責 我真是想請教你這個局長 沒錯,新華社香港分社真的在47年5月成立 對,歷史事實是對 但你說它一直作為中央人民政府派出機構 有沒有搞錯? 中共是甚麼時候成立的新中國? 1949年10月1號 當時新華社就算作為一間以新聞機構包裝的特務機構 也不是在履行現在香港的所謂聯絡職責 對吧? 而且你說它作為中央人民政府派出機構 甚麼中央人民政府? 當時起碼名義上還是中華民國 你哪來中華人民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人民政府 是在49年10月1號才出現的 這是甚麼時空? 大佬平行時空? 這些事情又搞錯? 好了,今天終於傳出了一宗消息 根據NOW新聞台所說 就說他們收到多於一個消息來源 就向他們透露 說入境處處長曾國偉將會離開紀律部隊 加入問責班子 接替聶德權擔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我真的想問 是否整個特區政府 挫解基本法第22條 因為你說現在是正確 即是以前的錯誤 你挫解基本法第22條 這個責任 全部折掉到聶德權 現在是硬吃的 是否這樣呢? 所以他就無法做 烏沙不保 是否這樣呢? 若然是的話 為什麼林鄭還可以繼續撈下去呢? 他應該第一個有責任 你作為這個地方的行政首長 你自己對於《基本法》第22條 一樣是錯誤的 如果你一早知道 22條是這樣的 為什麼你當時不出來指證? 為什麼你當時不出來罵你的下屬? 現在要等到中聯辦主任 駱惠寧作出了這個最新指示以後 你就說是呀,《基本法》是這樣的 整班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都出來說 是呀,《基本法》第22條 其實真的好像中聯辦現在這樣解釋 如果你們一早知道 《基本法》第22條是這樣的解釋的時候 為什麼你當時不出來指證特區政府的官員 現在出事了 又阻賴又賴 你又賴他 他又賴他 總之自己是沒有責任的 麻煩你們 整班人先談好 對於《基本法》160條的條文 還有哪些是誤解的 麻煩你一次過拿出來 白紙黑字寫清楚了 不要隨著政治需要 對於法律條文竟然是有不同的詮釋 不同的認知 不同的理解 這個完全是荒誕的 你一切就宣佈是人治 不要只是法治 不要拿法治出來作為仿指 行人治之實 這個是相當令人討厭和噁心 對不對? 對嗎? 人治不就人治 說清楚 現在才不會是人治嗎? 你槍桿子女出政權 就是人治 浪費時間 又要扮法治 這班人是離譜的 經常說錯誤理解的條文 還有哪一條是錯誤理解的? 可不可以告訴市民 不要因為政治形勢改變了 不要因為政治需要不同了 到時候又出來說錯誤了哪一條 法律的條文 包括憲法的條文 是不會隨著時間的改變 而有不同的理解的 別這麼白癡 這班人真是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